鄭女士在兩年前過世 他歡迎很多很優秀的書 他是我們新聞集的歡迎獎的國族 我們今年已經有跟他做一個紀念 鄭女士的活動 有碰在網路上 我們今天也在細部的來談 鄭女士歡迎的兩本書 一個是了解媒體 一個是青瓜石的故事 那這本書 他們今年就出了一個新版 賣得非常好 最重要的是景德鎮的那邊的陶石的故事 講到全世界 可是中文的陶石的書很少 這個教授更厲害 他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青花石的演變 他認為世界貿易史的話 文化交友史的話 這個世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這個瓷器 那我們現在就行 我們今天就是談青花石的故事跟認識媒體 那先請楊王先生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只能解釋一下為什麼要特別介紹這本書 因為那個漢青說希望再給明宣 再做一些紀念 所以我們挑了這一本 但這一本是它是最後一部作品 也是它很引以自豪的作品 它有兩本應該是它最自豪的 一本就是 第一本就是這一本 就是從黎明到摔腿 就一共三冊的 就是它 它應該就是它第一本 第二本譯作 它好像先前還有一本譯作 可是這比較小的 然後 這不是它第二部 可是是很大 葡萄牆 就是得了那個 金鼎掌最佳翻譯獎的第一屆的得主 然後它非常的自豪 然後 它以前還寫了一封信 給我們大朋友之間一起看的 然後它就說到它自己 大家可以看看它自己有多麼自豪 這個 藍色的字體就是它寫了信 它就把它的得獎評語引在後面給我們看 它就自己首先說明它 告訴我們 那因為這本書得了金鼎掌首次創立的最佳翻譯人獎 原本以為八成是託原著經典分量之性 近日才得獅得獎評語心理有點 給它竊喜與感動加安慰 因為這個得獎評語說到它的心坎用力處 所以我同學小小虛榮分享一下 同學就是我們當時的幾個朋友 因為當時那個漢青他搞了一個部落格叫司馬大學 所以我們就常常去學大陸以同學自豈 把那個漢青以校長自豈 然後他這個得獎評語就在後面 他說 援助還引大量文化 宗教歷史地理文學典故 與術語 異者查和詳實 展現良好的判斷能力 援助引用他人著作甚多 文體年代各異 譯者西以不同的中文風格分別譯出 表現傑觸 翻譯策略靈活 與欲選擇 失切 而且充分展現經驗精神與翻譯專業能力值得肯定 可是我現在沒法介紹這本 因為漢青給的時間太短了 雖然以前有看過 可是要重溫策 所以就挑了這本 這本也是 它有兩個意義 一方面就是 它最後的主作 異著 第二 它也是非常以這本書自豪 甚至在他握定的 最 差不多 晚期了 他還 搞了一個演講 就是他朋友還幫他 弄了一個演講會 那時候已經好像 要用人語推了他 去 講的青花詞 以青花詞為主題 辦了演講會 來賓有可能有 一百人以上 這樣 在醫院 對 一個演講的空間這樣 所以就是說它 也是它很器重的一個 一個 藝作 所以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本書的 內容很豐富 一筆很好 這就不用我來講了 因為其實都是 已經有了一個公論的 那這裡 比如說這裡 這一篇就是一位 中研院的 死於所的一位研究員 寫的他一個 推薦序 所以大家只要看 最後一段就可以 也不需要我來 我來推薦啊 這是一本內容 豐富精心研究的作品 值得從 多重角度深入閱讀 可喜的是 一筆也十分忠實且貼心 包括精巧的文字 消除了部分 紀錄文化背景 而可能產生了知識落差 卻完全不害文藝 不減少全書的內容 實在是超優秀的譯作 更可喜的是 譯文優雅易懂 讀來生動流暢 真的值得推薦 那我以下就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這本書 蠻多方動面的 所以我介紹 我只要從一個 比較個人色彩的地方 來切入 就是我覺得讓我覺得 讓我覺得很 呃 我以前所特別不知道的 就是 的一個部分 因為 不過當然我本身 就很多東西都不知道 而且我對這個 陶瓷一向就是沒有研究 然後也說 才輸學錢 可是 它裡面還是東西 還是讓我滿 滿意我 從蝴蕭蕭 來划算起來 他說 三個四字之間 有三億劍 中國淘擠在歐洲登陸 另外還有巨額磁漆 向往東南亞 東亞其東南亞各地 三百年間 中國磁漆外銷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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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 合計高達三百萬件 多數 產自景德鎮 特別說到 雖然廣東 福建沿海 數百座 搖野產自相當數 中英韓 日本韓 東南亞等地 地位 所以我們不只景德鎮 所以是這樣子 然後 這個還是三億劍 還是那個 就是跟歐洲 歐洲開始 葡萄牙來了以後 運到西方 事實上才 在更前面 中國跟東南亞的 跟東南亞 日本啊 還有韓國 東南亞 甚至 再過去西亞 這樣都是已經有非常龐大的貿易量 有 比如說這裡有一個地方 他講到 他是不是講他賣了多少 而是說有無數的碎片流落在這個 在其他中國到南亞 或甚至到非洲的這個 這個海灘上面 全部都可以找到大量的這個 中國陶瓷的碎片 比如說 遍布亞洲各地海岸線的石器碎片 代表著無數船難的漂流和丟棄物 從廣州到波斯灣的海道 是全球最長的國際商務航線 直到1570年代初期 才被西班牙開通由馬尼拉前往阿卡普爾科的航路 後來去上 然後在這之前 有非常多無數的船機 曾經在這個水域 曾經因為觸遭而沉默 所以他的碎片都遍布在這個航路上面 所以他說 因此東南亞印度海灘到處可見 磁漆碎片 即時到基金一步 可不時挖到綿蘭老島附近的 菲律賓中部島嶼 樹木海濱 曾減十出兩噸磁裡 成千三萬個碎片 堆積在婆羅洲西北部的海岸山橋橋 以後還有蘇門達拉 仙羅拉 還有連印度還斯里蘭卡 之間的岸礁也是這樣 還有紅海阿拉伯波斯灣 甚至東非都有這樣子 所以 其實這是他的規模 其實就是遠大於我們的想像 這是 原來是那麼厲害的一個東西 我們剛才以前 這個樹作者也講過 其實照中國的貨物的量 跟對外貿易的量 其實其實不是最大 最大是什麼 大家可能猜得到 就是絲綢跟茶葉 那這個都 我們都知道 可是我們以前 就不知道 其實磁器它的量實在也是 龐大的超過我們現在一般人的想像 這樣子 而且它所連接起來 真的是世界第一個全球性的一個 一個貿易網 因為譬如他們那時候已經是會 會跟馬六角 還有跟那個 那個 阿拉伯半島 後來甚至就是跟開羅這些 這些非洲的地方 就是 一直形成一個 除了四路以外 就是海路也是形成一個很大的 商路網 而且是很早的形成 那這個商路網呢 也是歷經很多的變化 有時候是由中國商人 他往全程的這個 自己開船 一直就是開到底這樣 可是到後來又變成有波式商人的介入 那中國人只要把東西開到馬六角 或是開到那個 阿拉伯半島 然後再由波式的商人 或其他商人再運到其他地方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全球化 除了東英國外 皇帝就是國內的 也是很 需求很大 特別是那個皇 皇室阿 比如說他說 那明代宣德皇帝 再舉一個例子 最為經人 年年定制四十萬件 就每一年都定四十萬件 那萬曆雖然每一年只需要十萬件 然後十八世紀初期 地方每年還要另外一項經理 進城五萬件 背盤 背盤晚跌之外 好像也經常下單定制律 類似的 然後用來那個想事給外邦來嘲諷的那些 那些國家 就他的量實在是非常龐大 不只說 澳洲 東南亞西亞這些國內紀的 要求也很龐大 一口氣 一口氣 明太子一口氣賞了七萬件給 對對對 給這個沖繩 OK 特製迎合他們口味 他們必修的產品 就是再下來幾號 他訂單內容可說五花八門 甲髮甲 甲髮甲 甲 甲髮甲 甲髮甲 這個玻璃杯 這個就是在形制上面的 他先下單的時候就 就訂了 可是什麼形態 就圖案 就他會提供一些書面的圖 圖形啦 就是各位看最後 最後第二段就是 只有一個 他就會給書面說明的炒圖 炒圖 這個中國的工匠 作為一句 中國工匠畫完這些異國圖案 他這些 這些有各種都有啦 他說提到 可是這個作者就提到 因為其實這些中國工匠 根本他 他也沒有看過這些東西嘛 就是除了他給他圖案 有神經故事啊 有那個 有當時的 譬如說三寫 對 為西方訂單會 會致 會致其 中國話 都必須解讀一大堆 令他們擴放不解的圖像 來源五花八門 羅馬神話 聖經故事 歐洲當前的時事 不一而足 比如說 手指三叉直的海神 為那四字海中 誕生在伊丹園內的阿帝亞 當下挖基督生 天穿褲子 歸母劍的 蘇格蘭 可是呢 因為他們其實都不懂的 所以他們常都會出錯 這些作者提到 中國工匠 畫 而且第一 他們其實都不識字的 一代一代不識字的畫工 他們有時候還要 把這英文字 然後是歐洲文字 他其實中文也不懂 可是他以前一筆一筆 描中國 蘇格蘇格蘭 他描久了 所以他們也 拉丁文 然後英文 來的還是照 照照照 照照 描下去 可是還是常會出錯 中國工匠 畫這些一鍋圖案是自然的 難免出錯 比如圖案重疊 方向畫錯 顏色思錯 比如 狼 雨衣上狼身 可能就是 這不想怎麼意思 海豚誤認為鳥 就是人家本來要你畫海豚 你就把你幹活成鳥 或者本來有一個熊爪的 你也看不出來 熊爪很威力 這樣一個文章上面 就畫成一堆草 然後有一位客戶送來 一張床書票做的樣本 然後那個床書票上面 有一個圖 有一個畫圖 有一個圖畫 就用他這個工帳來畫 文章 對 可是這個畫完 工帳描完以後 他把床書票 他那個四方形也 框上去 在這裡 就是床書票本身 不是一張嘛 四方形 他 他口裡面還有一個框子 他還把他照描上去 然後呢 還有他說 瑞典送來 同一段時間 瑞典有他餐具的大湯 碗 碗 碑 碑 碑 就畫在文章旁邊 顯然是當初那張畫的草頭 然後草圖紙 紙張在前往廣州的遠航圖中加了水紙 等於說 那個草圖上面有了水紙 可是那個畫工也不知道那是水紙 就把它以為是個雲這樣畫上去這樣 呵呵 最後還有一個好笑的就是 當時有時候那些畫工還一絲不苟 把那個 這個 這裡是紅色 就告訴他 這裡一樣紅色 可以告訴那個畫工 他是在寫那個草圖 可能那個畫工也不知道 他就把那個文字也照 照描 照描上去 所以說 他當初那位 那位英國鄉生看護心頭之苦可想而知 就是 這個英國鄉生他本身定造 結果送來的東西竟然是這樣 他們心頭之苦可想而知 這樣子 再來是 也是一個我比較意外 就是其實就是 就是 這個淘氣的製作 其實是需要非常多的人 非常多的人 所以說 第二段 第二段 每次 瓷器必須經過二十名工藏之手 方才入窑 進行第一回合下銷 又遇上大型器皿 當然吹 吹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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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剛高達十次次 那時候至少有七十名工藏 負責為 此燒出窑的白氣膀胱 才會上窑 又 然後才回如今 二次浮宵 還不知道這樣子 他先逼要講說 然後 在畫花紋的時候 然後 比如說要 畫那個菊花紋石的時候 首先有一位畫這樣 描出花瓣的輪廓 然後有另一人負責畫 花梗 再換手由他人添加其他部位的裝飾 這個作者最後說 這簡直就跟阿當斯密那段有名文字 勞動分工啦 其實勞動分工的好處的文字 簡直就已經可以比他早很多了 因為正在這些製作者 我覺得應該是大頭丁 解雖大頭丁 然後還不只這些人 除了這些主要的所謂吹 還有很多要批財啊 還有很多要把棉土弄碎 很多的各種工人 這個生意很棒 而且還有一個超出我這個 最突浪寡聞的人的了解 就是說 原來它的窯真的非常大 一次可以燒十萬件陶瓷 竟然是 因為我們以前看的圖 一個東西 對不對 然後在裡面前把 把那陶器放進去燒 好像搖就是這樣 其實它不是 它可能在地底一次 而且一次燒一個星期這樣子 對 一次燒十萬件 它那個耗水力也是很大 我們搖一個 印象蠻深刻 它就講了這個 就是唐跟宋跟明的這個詞之間的一個 一個陶詞之間的一個風格的改變 它們大家用的東西也不一樣 譬如說唐朝就是唐三采嘛 大家就知道 那個宋朝就是從上青詞啊白詞這些 然後明朝開始就是清化詞了 清化詞應該是從原末開始 開始出現 然後明朝的朱元璋 第三個那個有樂地都很對它比較妙氣 到了第三個 然後宣德 你看這個第三個 他就很喜歡清化詞 然後清化詞就從水一泡 那樣子 然後其實可是它那個做起來的指著 其實 因為這種風格的轉變 除了單有一個物質條件 就是你會不會做這些 有沒有這些材質去做出這個陶詞出來 還有就是其實還有一些精神上的改變 比如說我剛才指這個儒家唐三采 那唐三采 因為風落頭代表唐三采的世界觀 以及帝國身為遠國 因為落頭本身其實不太算是中原本土的東西 可是它都蠻多一些的 所以它是一個 它的世界觀是很大的 它的帝國身為遠國 它宋長的體現了宋代看重 並提倡了精神性能 優雅含蓄古典字的 因為宋詞 宋詞它是比較 不畫圖的 它只強調它是它的 它的幼直 然後是它的 它的形狀這方面 它即時持續 它即時持續 那今天宋詞居然出動現代的情書 傳遞著這些相同的特質 它引用那個艾德特在四首詞從中的詩來形容 它說 這首詞以指中國 詞品為縮影 具現藝術的超越 在它的靜止不動之中 永恆不斷的移動 純粹的形式隨著全然勝利 遠遠 就是說 它由唐至宋 從精英品味在各方面都發生巨大變化 特別是佛教在唐大全國 菩薩的異國情調造型 幾乎成為全貴階級的某種 時尚 時尚 典型 從來就發了一股時尚熱獎 就精美複雜的頭飾 連文雕琢的銀飾 相遇相親 精實的靠袋的人 就是說唐朝的陶詞非常重視 裝飾也很華麗 可宋代不要 進入宋代 這個比較不清楚 稍微列著 修頓的內念風格再度建立主張 一著偏好素敬也淡 一行 首詩絲從的圖案也 改採不張揚的藤蔓與草葉 草葉什麼都會看 發 再挑一行 宋朝則最求文師低調 比例均衡 形態流動 以及冷色系的單色色調 體向輪廓 軸色和文師最圓滿 每個整合 寄生陶詞史上最優秀的成就 這些東西在故宮 台北故宮很多 宋朝的那些 精華的東西都在台北故宮 要看一段話 我覺得 這段話 怎麼說 就是還有 看大家懂不懂它什麼意思 封城秀吉入侵朝鮮 對所有參與國都意味著痛苦而損失 然後再挑幾行 這個就是講封城秀吉入侵朝鮮前 然後他說 朝鮮自然受創罪距 農村曾經正一片焦土 經濟凋蔽 損失產中無法計算 這第二三 第二三一頁 對 然後接著他說損失產中無法計 在這方面日本人導師 否則經濟他們切剎朝鮮死亡者的鼻子 淹在統中送回京都 封城秀吉障下小 一個月那邊 算數了好幾萬隻 計算結果有九州地區的肥前 番組統領的支隊 於1957年 拔了頭城 短短五州內 收集了5440隻鼻子 大家是不是要差在這裡講什麼 沒有啦 我其實也是因為我覺得 這個其實蠻難處理的 這個地方好像 很多東西差不多在一起 他怎麼會講這個 對 譬如說 縮小一點 其實韓國的那個 對 他說損失無法 他說 損失產中無法計算 在這方面日本人導師討論基地 在哪一方面 沒有 沒有 這個就是 我覺得就是 民生比較不喜歡下注視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 需要注視一下 其實他 為什麼要講到鼻子的問題 因為鼻子 它是那個 風格收集的 也就是 你怎麼記你的軍統 就是你要把你殺掉的人 鼻子割下來 就是你要就帶在身上 到時候才照你的功勞 就是會 給你獎勵等等 所以他們都會 都會把那個鼻子 敵人鼻子割下來 所以他前面講的 韓國的準師 就是 慘若無法計算 那為什麼 這方面日本人導致頗為盡力 他其實就是 日本人把 本來是無法計算的 可是日本人把那些 死者彼此割下來 所以他們就 有辦法計算一部分 所以他說日本人就 頗為盡力 來誰拔了頭籌 所以他說 肥拳番 就是因為他的 肥拳番的軍隊殺人最多 所以他把他打頭籌的意思是這樣 在這個 技工的過程中 他們 拔了頭籌 他們殺人最多 這個意思 這個意思 哦 這個意思 你應該 你到那個 Amazon 我就試過嘛 到Amazon 他這本書裡面 那你用這附近的一個 一個keyword 就把它進去 然後他那個英文 就那一段就出來 對對對 這樣就可以說 判斷說 我們的 鄭小姐翻譯的 到底怎麼樣 因為也有可能 我覺得 翻譯不一定是 要對照原文才能 確定他的品質 他會自成一個 他會自成一個 完整 他的完整度 你可以感覺得出來 他的 有時候你 跟原文一樣 也不代表 你就比較 不準確 我覺得這都很難講 就是你一個 要case by case 就是 對 講到註解 就是說 因為這本 如果要註解的話 又變成一本書 OK 我先介紹到這集 前幾年 前十年左右 韓口 就是他們 韓口電視公司裡面 花了很多錢 也是寫了一個 拍電影片 叫做 陶瓷史 全世界的陶瓷史 那在我們的公共電視也有畫 那就是 就是韓口他的陶瓷 他是另外一個 後面下一段的話 他是自成一個系統 而且他是很驕傲 所以他們的那個 電視公司的話 都花那麼大的錢 全世界去做 哇很精彩 那日本當然是 這個青花史到日本去的話 就改了一個名字 或者是到歐洲去的話 就改了一個名字 就不叫做青花史 就是他們自己的 以馬尼的這個地方的 這個陶瓷 他們家裡這個 這個那種 我想等一下再來談 再來談 然後我比較 對不起我補助一下 因為這個青花之後 剛剛都漏了 就是青花池本身沒有講到 就是講這本書 因為青花池就是 從元朝開始 其實就是 他那時候 為什麼有青花池 就是他中國工廠 發明出一種配方 那個那個池出來 池質是非常好的 可是呢 這個青花還沒有青花 青花是怎麼樣 青花是要用波斯的 叫菇 這個是什麼呢 金字旁的鼓 這就是氧化菇 要把它 用這種東西 畫在這個 他中國陶瓷上面 才會成就這個青花池 那為什麼波斯工廠 他自己又沒有一個青花池 因為他們的陶瓷 散這種東西 就很容易散掉 或是化掉 就是吸不住這樣 所以他對他們來說 沒有用 然後來呢 中國人就找到這個東西 青花池 中國人的瓷器 就是可以吸得住這個 而且剛好非常的配 那可是為什麼中國人 就找到這個東西過來 因為其實當時也是有一個歷史的大言 就是 成吉思汗的西征 就是把整個西南亞跟中國連通起來的 等等 有很多歷史 然後到了明朝就很喜歡 喜歡這一套 可是他對宋代 宋代約就是單色的 就是青石啊這樣 那後來又改為用畫圖 就是完全不用找到路線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是花鳥魚串很多東西 要有寓意的這些東西 比如說什麼 要忘記了 不管OK 是有寓意的這樣子 我以前去布宮 我其實我自己比較喜歡那種青石 我也沒有這個歷史知識 所以也不知道他們誰先誰後 對青花池是比較沒有什麼興趣 我看了這本書才知道 我要符合宋人的品味 我個人這樣子 好 請那個 這本書有一個重要的東西 其實他的書名 原文的第一個 主要的題叫Pure Green Art 它並不是青花池 那我上次去上個月的時候 那個張華先生跟我在查 Rulian White的青花池的時候 我在查這本書 到第五章才在講Rulian White 那我們的讀者就是聽到 在把青花池當作是中國的一個時期的代表 那個才發現一個 為什麼政治作者是這樣子講 因為中國在 我在那邊有從台大介紹出來 那個在1985年左右 芝加哥大寫博物館 就做一個很大的青花池的 潛世界青花池的展覽 也出了十五 所以在青花池來講的話 在英語的世界裡面 大概就有幾十本的很好的書 那已經是變成一整康貌現實 那這個作者是很不一樣的 他是從文化史的角度 你看他介紹的這個 連這個都 那甚至我會講說 連那個《紅樓夢》裡面的 用的那個燒香 燒香的那個爐子 他都找出來 他今天作者幾乎把所有的 能夠找到的東西 他很厲害 我說我都嚇一跳 他會講一個瓷器 一個像那個茶壺一樣的瓷 可以等下它有一個圖 他說這個是從 這個是從那個 那個瓷器是這樣 然後在以前的 英國瓷器是這樣 然後畫果的話 是那個金銀做的瓷器 又可以追溯到 某一個地方的 挖解出來的東西 結果他這個位置 我去查 發現就是說 蛤 竟然是羅馬時代 就2000年前的一個 一個羅馬的一個 那個 那個義大利的一個文明裡面 那我就到 Google去查圖片 就發現 那個瓷器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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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鬍子的樣子 經過2000多年來 幾乎都 完全沒有什麼改變 只不過是他從 他開始的時候 用陶做 後來到化果器的時候 就變成 用金子 用銀子做 到這個 或英國的時候 用瓷器來做 那這裡面 這個書剛開始的時候 就講一個重要的東西 就是說 西方在陶瓷研究 是有學術的研究 所以他們發現 陶跟瓷之間 有一個叫做 stoneware 那中國不懂 中國不懂 就是說在1000度左右 或什麼東西的 那時候燒出來的東西 其實已經是 已經是另外一種東西了 那中國就是 只有陶器跟瓷器 那在中國 那明謙這本書裡面 都有翻譯出來 就是stoneware裡面 他把它翻譯一個火 在一個十字旁 其實我看到 這本書 當時最大衝擊 就是 我是看到景德鎮 從景德鎮 要印到廣東 要沿海 那有一段路 它江西的地方 有一段路是 沒有水路的 就是那陶工 必須要挑著 那越過一個山脈 很長的山脈 到下來 再是那個東西 哇!這幾千年來 都是用人力這樣子 從這樣 搬搬搬搬搬到山上 這樣再下去 然後在平地裡面 這個水路這樣出去 然後到海路出去 哇!這個是世界上 因為景德鎮是在內地 那寧先生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他找到了那個 那個 原來在景德鎮的有人寫那個 寫一本 陶器的那個字法 所以說第一段裡面 用一個什麼狹燒 我都不知道 第一次看他 狹燒 狹燒 我想這都是他看的那個 因為有根據啦 對 都是 他是有根據 他這裡面他是嚇人到了 苦工來去做的 其實瓷器還除了還是很有實用性 因為以前我也不知道 因為至少我就是用瓷器嘛 其實在歷史上瓷器是很好的餐具 因為你跟其他餐具比起來 因為它是比較無縫的 不容易髒又容易清洗 然後東西也不用偷出去 不要淘氣 它很多這個書家 很多其實小小洞的 其實很容易會揮花東西 要裝東西啊 密保存啊 都是很好 其實沒有其他可以代替 就被精氣營氣 可能以後有時候 你沒有那麼多錢 因為你也很燙 金屬器 或是你加了鉛 可能又會有那個毒等等 其實瓷器是一個非常好的 這本書就是 明先不曉得怎麼找出來 就是寫 這本書是 在他們貓國英賣得非常好 他已經在自己序眼裡講了 因為他本身就讀過這個作者 一個論陶詞的文章 然後那個文章裡面 作者提到他要寫一本書 那所以有一天 民宣突然想起來這個詞 他就去搜尋 發現他真的寫出來了 所以他就推薦給出版社 然後就要他去執筆 這樣 這樣子 我們來彈一下這個小明星的 來彈一下這個認識媒體 這個認識媒體的話 我們現在在網路上裡面 有看到澳洲的ABC電視台裡面 有跟他做這個understand media的 在19…好像是1978年左右 那個麥克魯漢 那我特別看那個… 麥克魯漢 麥克魯漢 他是一個普通人多大學英文系教授 所以這裡面有談到很多英國文學裡面的 譬如說像那個義大利之理 Pasic是在India 這裡面都用得很多 他在講這個東西 所以他在裡面把很多的英國文學名書的東西 英國文學名書的東西 都用他的角度來重新簡單的解釋一下 這個就是困難的地方就在這個地方 譬如說有很多的 他的一個大問題就是說 這個很多的專有名詞都沒有互聯文 那姓名通常都只互 只亦姓而已 這個是不是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不曉得為什麼 他們就把那個姓名就是把它拿掉 對一個想要看點點的話 這是障礙的大 還有各種名詞的話 像心理節裡面 這本書裡面用了好幾十個 叫做那個 サバリミノ 遇下 他每次都發音一些跟日本一樣 發音成遇下 通常人都考不懂遇下 類似潛意識 有點像這個東西 他都懶得去做一個字節 然後他把它當作是康夢縣子 那我有一篇文章在寫那個湯 Moment of Tools 那裡面就介紹說 有一本管理學的書 瑞典航空公司 他那個老闆就寫了一本書 叫Moment of Tools 那時候台灣就有環境叫關鍵時刻 那這個是對的環境 這個是原文是西班牙文 這是海明威翻譯的 海明威翻譯那鬥牛 鬥牛是最後的時候 要把刀插進去那個 一刀致命的在市場上到那間 這是一個西班牙專有鬥牛的名詞 海明威把它翻譯成Moment of Tools 第五章末 你看我說我在查那個Moment of Tools 那個小肚子就把它翻譯成 是真理以啟示的一刻Moment of Tools 小肚子就把它翻譯成 是真理以啟示的一刻 那在這個二十九章的第一段裡面 其中的真理關鍵即在於此 真理 因為Tools他又是 又是他又沒有那個東西 有些很鹹 自明簽的話在這裡面的話 就是這三個 我這篇文章裡面有講說 到這三個地方都有點沒有掌握到 沒有掌握到它是一個特殊的名詞 麥士的英文不太好懂 他說In the 19th century If the 19th century was the age of the editorial chair Hours is the century of Psychiatrist's coach 你看這個 這一個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 他說你看看小肚子的翻譯 作為人的延伸 作語是後電臀 後電臀的中宮奪格化 他在翻譯他後面 他這裡面沒有翻譯出來 這個紅色的地方沒有翻譯出來 他在翻譯後面的這個東西 那這次我跟張華講的 這個時候小肚子在 因為他有用到一個 Avaluation 這是拉丁文的文章 哇小肚子很認真的用 英文在解釋 你看這裡面 他說 As extension of man The chair is and specialist of the postilia 兩個詞都是很專門的名詞 兩個詞都是很專門的名詞 他說 a sort of Aventive absolute of backside 這個就是 Aventive absolute 這個就是一個 大家聽文的名詞 哇這個小肚子的翻譯 真的用英文在解釋 英文本來是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這個東西 你看這個時候 馬虎文很難的 這個時候 非常困難 這個東西大家都不曉得他講什麼 How is the cause extend the integral being 那小肚子的這名詞是 最認真的在換語的 又有詳細的註解 譬如說 這是媒體的第五篇裡面 他說 Hybrid energy less license dangerous 混種而生的能量 危險關係 結束的時候冒出一季 Operation research program The hybrid principle is a technique of creative discovery 這個Operation research 這個一般人都比較不懂 你看喔 這個馬虎文他進來可以 在談到這個Operation research 這是一個hybrid principle 它其實它是從各種不同的管理的技巧裡面 把它融合起來 說這個這名詞文叫做 用來做系統分析的 這名詞文叫做Operation research 這個是英國跟美國發展 戰略發展出來的 一些術筆的這個模型的這個東西 可是我們這個作者 就是講出了一個東西的話 你看他說 As a technique of creative discovery 它有點 我跟你講 我是直接過高覆蓋這個Operation research 你看它這個 它一般來講 當不當我們的這個東西 所以即使那個 And the same media也是很困難 那我比較印象深刻的是 張華如有指示一段說 那個演奏者在形容 一個測試裡面的各部件 什麼東西 哇那個 證明一些歡迎的字好 我看很多的 我自己看那些英文 我都快撒住了 哇這裡面講 講那個汽車裡面的什麼東西 那那個都是他都找 他都歡迎得出來 對對對 原書本身就是 我一次黑白無量 只有這個作者 這個作者真的 他可以抓題目啊 抓得很 好像一個椅子 他就可以跟 這本大概 他有提到 1940幾年的那個 的電視節目 所以他這本書寫的時候 大概1950年左右 大概1950年左右 大概1950年 因為他裡面有提到 1940幾年 那個 這個人是一個 哇很厲害 他應該是文學家 那你去看 YouTube裡面 他講話 哇 英文不很清楚 可是 他的文章不容易懂 不容易懂 那 他有一個 算是文學家 算是文學家 文學家 這個 不過他讀的書真的很多 很多當然 哈哈 所以這裡面呢 其實這裡面呢 光是每一本書的 後面的index 其實就是 應該要很整理 因為這裡面 有太多項目的關係 連那種 Comics的詩 他也都要扯進去 對 他是很厲害 你把那個打字 打字也變成medium 一部分 他會很會扯這個題材 他有一個很不同的東西 叫做電視機擺在那裡 對 他就會影響你 他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message 是很多東西是看不見的 很多他的影響力 那個媒體的影響力 其實都是看不見的 你就搞不清楚 你說那 那有一個他說 這個電視機 那個收音機跟電視機的文化 完全不同 那個電視機裡面是要presentation 就是說那個人的東西 那是大家都看那個 那個靜顯的時候 用電視機來靜顯 大家都在看那個空彩 都不曉得他那個靜顯的內容是什麼 大家 don't care 可是電視機裡面 那些人都是 那電視機的 我說那個radio 那個收音機裡面 那聽的人是不一樣的 他聽過的東西是內容 對 因為他沒有什麼 沒有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是一個 所以說他認為說 政治媒體的話 都有很多無形影響力 而且是改變整個 把媒體變成 冷媒體跟熱媒體 什麼東西講 他是很會創造很多東西 所以我是 我是覺得他可以學 可以學他那種 夠小的那種方式 怎麼把一個簡單的題材 弄得那麼豐富 他真的弄得非常豐富 他是研究 譬如說我不是講說 那這裡面有一個 就是那個叫做 新娘 那個叫什麼 什麼新娘 你看他所謂的 第23章才講廣告 他在研究廣告是一個媒體 然後在24章講遊戲 25章講電報 26章講打試機 27章講電話 28章講留聲機 29章講電影 30章講無線電的廣播節目 31章才講到電視 32章講到武器 33章講自動化 你看他22章就是說 他說自動車輛 就是汽車 機械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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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一本195年代出的 研究一195年代的 機車廣告的媒體 出的名字叫做機械新娘 機械新娘 他就是把那個 他就是說那時候 汽車已經變成 人類的這個 在美國 變成他們家庭 必備的東西了 變成新娘 變成整個的 你不忘了 你看這是第22章 多麼困難 一本書裡面就是 在講一個機械新娘 鄭明謙歡迎的 哇哇美子 連一個部件都可以歡迎出來 這是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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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過他的鄭明謙 他住在美國住久了 所以其實對他來講 算是很熟悉的東西 對對對 鄭明謙總結自己歡迎的三大領域 最重要的是文血 文史以及文路 那這個青蛙子就是文路 那個文史的話就是 就是那個從披名到那個東西 那文學的話就是這個 到葉門去釣魚 還有他歡迎那個葉齒的一本 青年那個 YOUs YOUs 青年時代那種 他好像他的文學方面 比較我印象中的是 大概是這兩本 其實他的那個文史的東西蠻多的 他歡迎的那個 他歡迎的那個 哥倫布帶的物種到西方 很多很多 大交換 大交換等等 那都蠻多的 在霍布斯邦的 歷史的話 那霍布斯邦裡面的那個極端的時代 二十世紀的 是他歡迎的 那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 那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 對對對那本 還有一本 其實其實一個 是一個管理協商一個會很好的 就是這是一個德國制 這個在看這裡 錯誤的決策思考 日而避開思維模式的陷阱 這是 這是一九九九年 年輕出版的 所以 那這本其實是一個 結策論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本書 啊 啊 就我來講的話 我是喜歡這本書 那這本是德國 從德文 換譯成英文 然後再從英文換譯成中文 然後他就很少提到這本 年輕也是 這本就沒有什麼好 可是這本其實是一個很 很好的一本書 我愛你 你來呀 不然 你啊 我愛你 我愛你 祝你